聽說冰的高粱比不冰的高粱還要好喝 品格真的比較好喝 Like us on Facebook if you haven't And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for more new videos 很多人說福特加是俄國的 根據這篇波蘭文章 眾古世紀 波蘭商人帶福特加到俄國賣 非常受歡迎 表示當時俄國沒有這個東西 當時福特加原本是當做外商的藥 後來被拿來喝 所以應該是我們的 你們知道波蘭人都會喝酒嗎 一個波蘭人平均每週喝2.4瓶葡萄酒 或4.5公升的啤酒 我的一次喝高粱是參加朋友聚會 那個時候是因為我吃到很久 所以才被發要喝高粱 那我是沒有喝過冰的高粱 在波蘭基本上不能不喝酒 所以我爸媽很怕我不會喝 因此我成年之後 他們就會開始訓練我喝酒 他們會給我一瓶酒 然後在那邊看我喝 然後看我身體的一些反應 練著練著我覺得我現在很會喝 在波蘭酒駕 法單是看那個人年收入 取百分比來發錢 還要付罰款給更生人基金會 坐牢最重2年 不能開車3年以上 所以不管你是哪裡人 大家真的不要酒駕 澎湖灣 澎湖灣 外婆的澎湖灣 有我許多的童年幻想 陽光 沙灘 海浪 仙人帳 還有一位老船長